第四節結束前,長毛會講一個聖經的故事 這個故事背後反映到甚麼教訓?大家留心聽聽 首先,《舊約聖經》的神是非常殘酷的 神是侮辱身的,是一把聲 我們在《舊約聖經》是沒有辦法,因為天父還未叫耶穌來到世間顯靈 所以我們非常敬為祂,祂是一把聲 如果你看過聖經,薩姆爾常常聽到一把聲 祂是見不到那個人,只有一把聲 這把聲是畫外音,當然是很恐怖 我們現在兩個人坐著,突然有一把聲,很大聲地說 你兩個人不行,這個神是非常殘酷的 那祂怎樣呢?祂就叫阿伯拉罕殺死自己的兒子 去做祭祀,奉獻給神 這個真的很嚴重 你殺不殺自己的兒子 現在共產黨是一個殘酷的神 就是你先殺死自己 或者殺了你自己的選民 殺了你的湧蹬 殺了你自己的信念 如果你是這樣的時候,我相信你 因為我全能全知全在的 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的神 所以你不要爭了 我告訴你,跟我作對是沒有好處的 如果你繼續跟我作對,可能你下面的人更壞 這個第一個就是 到底他們這個民主黨是不是這麼昂貓 做這個阿伯拉罕 而共產黨是不是一個這樣的神 第二個也是同一個故事來的 就是欠蔣子權的故事 是不是戴恩和約伯 是不是? 那個小子想做大子 就給他一碗紅豆湯 喂,我給你一碗紅豆湯,你吃吧 你給我一個蔣子權 如果你今天,將你過去的信念 因為其實民主黨這樣隨便說的說話 也都是太不注重自己過去信念的構成 就是說,它的組成是什麼呢? 它的組成是根據一大堆歷史的歸納和總結 也都是根據這些歷史的歸納和總結 做一個理論的延展 一個是歸納,一個是演繹 這個是理論 它們的民主理論是怎樣的呢? 就是很薄弱 隨時可以訂的 或者過去形成的策略 由於這個理論和現實之間 不停的互相互作用形成的策略 也都受到質疑 它現在都扔掉了 是不是? 這個就是民主黨不尊重自己 因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策略的轉變的時候 你是要解釋就是說 我形成這個策略的估計和理論的基礎已經是過去了 是不是? 這個一定要做一個 因為這個是fundamental的改變 它是拿票 拿票 拿香港人的授權和同情的改變 你一定要對那個選民有一個明確的交代 對民眾有明確的交代 對支持者有明確的交代 今天它棄枝如這個閉璽 是不是? 完全是解釋不通的 所以民主黨為了一個 為了一個 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蔣子權的時候 是非常之悲慘的故事 是不是? 不過如果講到這一點 就是 講到這個聖經的故事 鎖多馬城 有一個善人都不會天火焚盛 幸好香港未到這樣的情形 是不是? 泛民還未到這樣的情形 泛民還有一些善人在那裡 鎖多馬城就不需要成為這個灰盡 是不是? 是很簡單的道理 是不是? 就是你這個 耶穌的故事 耶穌來到新約之後 耶穌是一個有肉身成就 就是它已經成就了肉身 可以是不停地 這樣跟這個 這個世人是發生這個接觸的 它也都是一個人格神的肉身來的 它會發怒 是不是? 它打爛聖殿 是不是? 他都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買賣 是不是? 如果在舊約的聖經裡 他就無需要這樣做 是不是? 他無需要幫人洗腳 無需要做這麼多事情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如果在聖經的角度來說 就是說 這個民主黨 到底是不是耶穌 他會不會跟他的選民接觸呢? 他會不會謙卑地聽到他選民的意見呢? 因為他不聽 為什麼呢? 他不做這個公投 是不是? 我那天和李永一齊演講 我就說我不相信民調 我正正和成明講 和那個大高 Degulier Degulier 我說我不相信 因為我那些選舉民調 遲些錯了100% 而我說香港人喜歡說謊 因為如果你現在問他喜歡看什麼 他一定說要看新聞 即使他是看鹹片 或者看世界杯 都一定說要看新聞 所以香港人看新聞 是全世界之罪 十大長壽節目 永遠都有新聞 是不是? 因為他是騙人 香港人太過喜歡騙自己 和騙人 第三個 就是說 我們 這個這個民調 是 那個sample很小 問的問題 問得不是很好 問題太少 也都沒有做這個追蹤式 追蹤式的民調 就是說不是選定3000個人 看看他20年來的轉變 OK 我不知道有沒有做到 OK 所以我說不要 那李永一齊 馬上講給你了 過了一會兒 我說我不相信民調 我不相信民調 我們是向選民負責的 所以我們一定相信民調 我心裡說阿興姐 你對選民負責應該給他投票 不是相信民調 你怎麼會相信民調 民調給你參考 李永一齊 李永一齊是因為民調當選的嗎 李永一齊是因為民調當選的 當然不是啦 是不是 如果根據民調我就輸給他 他當然願意相信民調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我們講到現在的民調 基本上有幾個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剛才你也講到 基本上你都是用一個音頻電話 但其實很多現在的政治動員 本身很可能 他根本沒有可能 在一個正規的民意調查裏面 他們的意見是得到搜集和理解 第一件事 我講了很多次 我家裡沒有音頻電話 你永遠都問 透過這個民意調查 你永遠聞不到意見 第二件事 其實我想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說現在民意調查 本身 他們那個問題的設計 各方面 那是不是很大程度上 能夠真是 在分析那個數據的時候 能夠是給到一些insight 去到令到譬如說 可能是輕姐 或者一些政黨人士知道自己的位置 而不是說你單憑yes or no 贊成不贊成 支持不支持 去到跟民調走 所以 當然其實不同的stakeholder 不同的持份者 拿著一個民調的數據 第一 民調整個操作 究竟能不能夠符合一般科學的原則 這是一個問題 但第二件事更加重要的是 究竟你是被民調牽著被指首 永遠認命 還是其實你透過民調的參考 去嘗試去改變自己的格局 甚至改變整個adrenal setting 自己得利 反而我覺得 是你有智慧地運用民調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覺得其實有幾點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就算有這個民調 採納了 取了樣子做了民調 由此做出來的推論 都會因為 每一個社會的文化 習慣 以至到政治氛圍 是不同的 舉個例子 Digodi 他就說 現在可能一觸即發 乾柴烈火會騷亂 或者暴動 他說 為什麼 他說很容易暴動 很容易 什麼叫做 因為如果有個人 有個警察放催淚彈 打死學生 那些人就會反抗 當然是 但是他誤解了 什麼叫做暴動和騷亂 騷亂 無需要因為政治因素 是因為governance不好 或者極之不公平 就會騷亂 暴動是兩回事 暴動什麼叫做暴動 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 針對政府 或者針對某一個目的 是不停地有策略 有目標地用暴力的行動 令到他們的統治受到動搖 即是拆個國家機器 其實 是的 蘇聯一定有的 蘇聯今晚 在一間酒吧門口 有一個人 有一個警察 推一推那些球迷 那個球迷 剛剛是黑人來的 舉例來說 他覺得你欺負我幹什麼 那些黑人就打警察 那些都是蘇聯來的 Disturbance 現在我們講的是Riot 所以現在他用千四個警察 擺在立法會門口 其實是故意高估我們 是要造成恐怖的現象 令到家長不敢去 不讓他的子女去 他不會帶子女去 也不讓子女去 是非常陰險的 好了 這一節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最後一節一會見